南台南加湖中心的无所谓的贾母才会对于政策的表演 为南台南加湖中心的造化预备都改开到下坡 为了专注到秋天的借资金 南台南加湖中心电刷几天到台南又叫做合作 在台南又叫所观察的五处 又叫古板预备 他过两个预备 希望可以专注到这150万元的资金和差的两项合口 这个礼拜六也就是8月20号要来颁发 让在最后一笔路让这个资金的缺口能够缩小 让我们今年的秋季能够顺利的筹募到750万的助学金 来帮助我们1200位加湖儿能够顺利的来就学 他每年相应的加湖中心 他们买到南又叫刚才提供中地之外 和合照的观感关键的东西来做到买 希望当会这种合作 给家父受付作为 他们能够顺利来生效 因为有他们的付出 那相信我们这些社会都是一个正面的力量 那我们真的非常感谢我们加湖中心 让我们来发现 社会的每一个角落 其实都充满了很多的温馨 还有各式各样的善举跟善行 那我们才尤其今年也是一样 我既然有个藏手来 帮助我们这个助学的策略的活动 他这回买很多穿梭 也能来换出东西来做赞助 去自立青年康俊杰 也特别将自己所设计的家基地 来赞助做买 希望为家父中心的义买很一分心 然后就是现在大学毕业想说 他们就是有这样的活动 然后刚好以前知道的老师也有 就是提说要不要来义卖这样子 然后我就觉得说好啊 那就就是来完成我小时候这样的一个 愿望和梦想这样子 因为期两天的作家义买 刚才是台湾友调之外 还有包括台湾 英露安南到团丁丁几处 去买的东西 买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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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酒精来酸骨帮助教书中心 南天新闻 南天新闻 大家认识到南菜方不得